歡迎收聽逢星期四晚動漫廢物電台 at Radio Dada 的時段 逢星期四晚就有今天報新的 首先當然要說一下 收聽直播現在有一個平台 就是 Radio Dada.hk 而收聽重溫的話 可以登上我們的網址 www.acrubbage.org 或者去找Radio Dada的網頁 都可以收聽重溫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工作 其實今集應該叫做 降之煉金術士的 Full Matter Alchemist 上一集叫水老板 有什麼分別? 其實簡單的就是 因為技術問題上一集的聲帶就沒有了 所以剛才那些歡迎收聽的都是多餘的 因為是重錄版本來的 或者是remix版 remix版 尾牌也要說的 加Alpha版 因為今次到處是二次聯合版 介紹自己先 聽之前聽過的大家都可以再聽一次 因為我們不知道今集說的話 跟上一集有什麼分別 可能是一模一樣 也可能是完全不知道說了什麼出來 騙人通常都是暴走 暴走收場 今天就是看水島版 前半月和後半月都看完之後 再看西版的不同 介紹一下自己 我是Connor 我是梅日龍 今次降年一套拳 真的去年是最大的番 因為原本來說 大家知道他是一年番 但結果一年就多一點 一年多一季 多一季 64版 64版 不是 五季版 應該這樣說 五季版 算是很難得的 因為一般來說 當期方面定了就很難去調 還有現在幾年找到一套 所謂叫做什麼 年番的作品 你知道現在 不一定的 我只記得是Carmen Rider戰隊的 會播出一年 我所記得 他的時間是日午 星期日 下午五時 黃金凍期 當期就是 所有人都看著 放在那個位置播 通常都是一些 宣傳龍大的大片 放在鋼鏈 因為以前水島版 就是跟土錄的時間 現在土錄的時間 轉到日午 其實這些 我們應該都說過了 總之 鋼鏈是一套 最短目的大片 當你知道 之前這番時間 是Gundam OO之後 你就知道 鋼鏈在 動畫回來的定位 是去到 跟高達同一個 級別的 可惜 之後那裡是 戰革巴薩 什麼啊 Captain 重力主打 婦女派的 什麼顏色 但我很失禮 你先說什麼 你不要說廢話 講鋼鏈的斜程 這次鋼鏈 由於上次水島版 後半段完全原創 結果水島和哈記 兩人都搞亂了 甚至有些人看得 哩哩聲 而這次 因為原則完美 先補充一下 水島版的編劇是匯川勝 我也補充 都是拉打人 有些人看得哼哼聲 我很害怕 我是指父女 有些井上民樹 很多 好像還有 黑田洋界 好像沒有黑田洋界 沒有黑田洋界 只是說武川勝 沒有 此人又是麻煩人物 沒有 有所謂東映系編劇 其實你也沒有期待 就是他不暴走 我正正想想 而這次 習江泰號 搭了近幾年來最安全 即是他出手 你差不多不需要擔心的大野木寬 即是接近公務員的團隊組合 我會覺得是大野木寬 不是 有很多自己的想法 怎樣做 怎樣弄 但他是知道幾年最安全 直接用安全來形容他 他也有CD 這個不良紀錄 不要忘記 CD的商業效應高 看看你用哪個角度 大野木寬與他無關 這套就可以了 他真是很跟隨圓柱 不是 差不多是跟隨圓柱 不是 前半月 因為他當你看過水島版 所以前半月 是省略出來 抗山團員完全沒有了 抗山團員 抗山團員完全沒有了 抗山團員 抗山團員 所以前半月 抗山團員 游擊大叔 游擊大叔 是完全沒有了 大家以為 是否不見了角色 他後半 當游擊大叔出去的時候 他用一個很搞笑的 黑白粵語片式的方法 用幾秒 分來兩分鐘 快速手畫 交代那段故事 那一剎那我看的時候 我是不是開頭看漏了 他的表達手法 真的說得好像 在FA發生過 他有發生過 沒有拍出來 有的 其實他在前陸機構 有一個鏡頭 說馬斯坦 看了報紙 交代他發生過 那件事 有說的 他只不過叫做什麼 他當初是想要一年翻 一年翻 一年翻 當然不能浪費一些 之前讀者看過 觀眾看過的劇情 所以前半月 直到原創之前 那段 原創真的很快 很多觀眾 感動到 總之 去到以前那一套 未分裂之前 所有劇情都是很快的 對的 那就是 水導版最大的特色就是 沒有爸爸 沒有父親大人 沒有父親大人 沒辦法 因為看父親大人 所以一去到父親大人出場 那整套作品的 劇情就變得很劇烈了 他那裏基本上是 其實漫畫之前都是頂了一輪 都是那裏開始進了整套 應該是 他在那裏 一個叫做 起承轉的位 他需要頭位去鋪些覆線 去強套 例如做國土連城鎮 回憶一下 市區遷滅的 他有時候鋪掉 鋪掉 鋪完覆線 再一個最後ton 我稱呼的是 最後一場 如果換上去 Strength World 我在那裏要拍兩多年 這場是針對日的大決戰 某程度上 用少年針和 講鋼鏈的時候 mention少年針這個名字 應該是對鋼鏈的一個侮辱 以坎坎來說 應該是月刊 月刊來說 節奏相對是對的 因為月刊始終會比較慢 因為一個月或是28頁 甚至60頁左右 他的節奏相對比較慢 但好處是 他有些時間是 不需要在十多頁上鋪一個起承轉合 他要比較多時間 描死角色 看習慣節奏快的 十八頁一期的漫畫的人會覺得比較慢 那些十八頁一期的 基本上是沒有講過任何話 其實是更拖的 你看Bitch那些 那些不是有節奏的 那些是停頓的 但我看動畫這次FA版 它在表達上 尤其是約定之日那裏 幾場大battle 動畫版比漫畫版更詳細 這是多能夠滿足 看漫畫的時候覺得節奏太快 那些不足 其實牛姐是趕著收的 她自己擔心的是什麼 如果拖得太長 她的劇本 動畫版會交劇本給艾芬 所以我覺得FA到後半段的取寫很奇怪 漫畫版很多人都說北方之角很拖的 但我真的完全不覺得動畫版是拖的 她每一集都有一件事說到 她分得很清楚 還有大張通的兒子 謝蓮湖 人造人那一段 她都交代得很清楚 她是很有劇氣的 她在哪裏拖呢 就是之前說的伊守巴爾 殲滅戰 之後打的日定之日 真是很難撐 有點很過癮 最初是動畫版追漫畫版 到中段 漫畫就怕著她畫不及 反而是動畫版拖一場去遷 最初最後發現到 慘了 阿牛之交劇本 我已經畫多了一季 還凸了一個位置 她做了一巴授 有一件事 留意一下 就是 如果看過《坎坎》7月號 那期降年是一百頁 是差不多半本單行本 最後那兩話應該說是整本單行本 最後那兩話是一本單行本 很肯定 很划算 最搞笑就是 因為那一期太油耗了 所以拜好坎坎 到床宣上一次 很多人說買不到 買不到 好搶手 因為它是 因為結局編 通常一定會會勝書 這個不用說 而且近年很難得一套笑 他叫做什麼 全世界沒有誇張 全世界的動畫 還有是家家的頭牌結局 之後那一期發生什麼事沒有人知道 那一期一定很快 9月會畫外主席 公佈了 不要緊 外主席沒所謂 你看回他在漫畫連載的時候 他當初定好是108華 日本人有時有這些執念 但剛才Connor也說過 他就發覺不夠蝙蝠 最後兩話就不斷大放鬆 那就是海虎式 48一輯 最後兩話就不斷加紙 沒所謂 其實我覺得頗有責任 如果是其他事完事 不要說本針 就是18月 因為你很緊張 你沒有理由掛紙去 還有越拖得久我越好賣 但牛姐最重要是 如果再拖下去的話 大綺木歡迎光太后就不斷 你不知道怎麼辦 結果最後是 他量了63雲 好像是6月未結束 然後死下頭痕 我還差一話畫不到後日譚 結果是硬硬迫巴沙 退後一話 硬硬一話出來 去把他在後日譚 這個我不肯定 應該是 可能是 巴沙拉本身也沒有這麼多話說 因為之前 你看他最後一天對父親那場 在漫畫其實是打得很詳細 在動畫 例如說 古里德和 鋼仔那場 2對1那場 在漫畫是很詳細 打得很詳細 在動畫是兩夜收工 同時都是 跑馬一個前一點一個後一點 互相追 記得那個時候 講到他追逐 通常動畫這類的漫畫原作追 當年最經典就是火智多星 是搞到香港追到這樣 但他在一段時間 通常會走於追逐的 因為漫畫不肯完 拖路拖下去拖下去拖下去 好像銀魂所說 繞一大圈再打蛇餅 再繞一大圈 然後轉圈 銀魂說得很清楚 他一早有協定 是一起完 現在很流行 K-on也是這樣 應該說 牛姐知道 如果他不可以 在6月之前 把劇本交給大義穆寬 大義穆寬 大義穆寬 所以他在兩期內 很早就說好 所以沒話說 牛姐真的厲害 大哥 你要在兩個月內 畫一本單行半一份量 是圓到故事的份量 很神奇 你圓到故事的結局是多麼重要 你是沒什麼可以差錯 一百頁都要這樣畫 很神奇 他圓得來還要交代所有 關於眾人的去向 國家之後的發展 沒有氣場 還要說愛得告白 很神奇 這個又要包回去等價交換 等價交換 等價交換是中間有些加減價 每一次等價交換 你都在contribute一些東西 你哪想得到 等價交換可以和求婚混在一起 應該說是 練金術師式的求金方法 就是這樣 但是 不過說之前 我發現幾感動 就是最後第六十三話 應該就是 打完後 就是 霍英海武 就回到她的墓 在墓上跟她戴了 說 我真的眼濕濕的 她突然說 我開始覺得 不想死 那一刻 我是感動到的 但是她死了 就是跟誰在一起 那一刻感動到 其實她因為看著兩個兒子大 想繼續感受這份親情 又有些不捨得 是的 其實她描寫父子情方面 她是很用心 因為現在的作品 有關於輕小說常識 就是 不知為何沒有父母 就是無事 全部都是爆出來的 因為我講水導辦 水導辦的父子情是 婦女的婦 是婦女情 你一早說了 婦女就看到娃娃聲 是海恩蝦母和愛德華 那種父子情 但這裏真是 看出那種父子感情 就是 三個由五回 就可以互相理解 最後一場事 親情方面 真的感動到我 明白眼淚 而且她 牛姐沒有灑狗血 當初我小弟不才 我都想 最後應該是 爸爸犧牲自己去救小弟 但沒有用到這招 她也說她不會用 燃副之策去做自己的事 所以肯定不會這樣做 可能就是她在後半句話 說 傻啊 我說 我怎麼用你 這次自己闖的 我自己解決 整個鋼鏈 有一個很強烈的 不是中心精神 是一個原則 就是 自己 挑戰了一個 鋼 自己去補回她 所以發現 所以不應該是海恩蝦母去打父親大人嗎 是啊 她當初的計劃也是這樣 剛才是她打的 是她打的 我現在是負債子患 那麼海恩蝦母也大了份打 其實她拼了老命就打了 應該說當她被父親捉了那裏 她身體已經虛弱了 她把自己的椰子食散了在整個國家的不同地方 然後把自己的椰子灌進父親大人身上 其實她真的叫尤盡登夫 洗得七七八八 爆了卡 最後她說完全是做什麼 跟父親大人曬冷 那是懷偶大魔王完全是合理化 因為當對方有十萬人的彈藥 你除了懷偶之後為何要進去 就是經過精心計算 你最後覺得挑剔不了她 這套她修復線是修得很好 你又不會特別想去想她哪裏出錯 她本身誠意已經很夠了 我最後都一直有想 怎麼說呢 少年慢慢好的已經很少了 不要特別去想她的錯 愛德華最後交換弟弟回來 我還在想 究竟她這個做法 中間還有什麼出鼓 可以換更多東西回來 牛姐的精神不是這樣 這兩個貪心的練金術師 我反而會有一個去試試的地方 最後打完練金術對你愛德華有什麼重要呢 練金術和弟弟中間是否一個等價呢 我覺得絕對不是 這個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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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說等價交換的 但兩件事是不等價 應該說等價交換的等價標準不是外定的 如果真理覺得一個練金術師 將她自己的存在意去交換 又是未必的 這件事是完全是主觀的 如果真理認為她用她的練金術能力 去交換弟弟在一個等價交換 這樣就等價交換 所以這裏不是會有一個 整個等價交換他都沒有說過 你覺得她是否真的這麼等價 最後我覺得有一個提示 父親大人最後被拉入真理之門的時候 她看到一個是自己的相對形象 某程度就是自己的一個反射 其實整個跟李之門那個影 其實是一個自己的形象 所以真理之門的配音 其實最主要是真理出場 都是奧德華 那個配音是波羅美來的 不是 他不是跟誰是真理之門的配音 不是 是跟角色的 不是真理之門的配音 不是跟角色的 不是真理出場最多 那就是波羅美配音 即是大座當時有沒有出聲 好像沒有 好像沒有 沒有留意 大座當時好像是真理之門 記得 平庸小人 真理之門的聲音都是 像平庸小人一樣 是她自己的聲音 好像是扭一扭的 扭一扭的 所以這個其實我覺得是 我也是一個天使來的 真的很像心獨韻 因為真理是代表自己的影子 所以你看到 鋼仔的角色 奧德華的真理 差不多 而到艾爾 也不同 即是每一個人的真理 代表她不同 艾爾不是真理 艾爾是她的身體 因為她是被人硬拉進去的 她不是主動劃練成陣的那個人 這件事就是她很學心 因為阿牛姐整個故事 她在很多小節方面 是很用心 甚至於你去到一個 你要很花心機 你才留意到一些 叫做你沒有留意小節 又感受到她是很 這個很麻煩 所以在你給阿底木夫劇本上 你寫得很清楚 在麻煩版就更加不用說 即可能她自己看完第一季之後 我都來了 這次她一定要寫到紫紫細細 即是個人走過 鞋帶有沒有脫掉 她都要寫清楚 是呀 完全還有 官配一定是 Winnie和阿吉華 不要搞到變成了兄弟愛的那些 不是的 不是的 現在算是幫扶女說話 怎麼說呢 B.L.是跟正常CP沒有衝突的 我印象到那裡 有政妻都可以繼續搞點貝 這個是大家看回《煩亂本山》就明白了 原作已經說明是阿馬斯坦和阿馬斯坦大作 配奧紫維 但可以搞到阿馬斯坦和俄德華嗎 無所謂 父女是不需要的 這個留給他們自己和別人發揮 不要擾亂動畫版 我覺得她最後用足一集來講《後日談》 這個是很用心 在漫畫上很多時候都是一格半格去講 但她在那裡就用適當的時間去分配 你以後要交代一個降低的閃光彈 其實都太慢了 我真的覺得她用了 反正也有一些 她用了 因為她之前打扶新大人可以更厲害 就是她之前 再厲害一點就拖了幾集 不就是她後日談可以半集 再縮一點 然後打扶新大人可以長一點 她是想完整一點 她去到阿姆士堂的姐姐去打人做人的時候 用了很多集 她是每一集打兩拳 因為那時候還沒收到最後的劇本 那裡真的很難明白 她處於是人做人都搞了那麼久 沒辦法 有時候已經是劇本 即是叫做 你要體諒一下 我會喜歡就是 可能 誰呢 跟新國王子一起 張梅 不是人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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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利特 加利特和大總統很激 就是這樣打兩集 那集分一集呢 直接打兩集 之後阿姆士堂的姐姐打人做人 用一集 這樣看會刺激很多 她現在 即使我要看整個過程 我也是要看完一集 可能每一集看五分鐘 之後去看另一集五分鐘 那幾段真的挺散 所以 所以 她明明是打得很刺激 但是 不覺得她刺激 而且大家知道 重點不是在小戰力上 打大總統也重要 我覺得最重要 人做人的對決之中 最好看是大總統 一兩分鐘 但好看那場是 真的 無傷 不 那段令我想起當年 《GUNDAM WING》中 五飛行次 是 一瞬間 發生的戰爭 好看那場是 快如閃電 這真的是動畫才能表達到 我看漫畫時 覺得那個速度感 沒有那麼強 這個速度感 可能本身 鋼琴的畫風比較簡單 其實她要表達速度感 她本身 那些人 又不用畫得很仔細 她用這個 金田作畫 來表達速度感 是非常出色的 就是 將一些人的比例 扭曲 去表達這個速度感 可能一拳一腳 打過來 那隻手 畫得完全不適合你 這麼長 這是用不到的 這些是 漫畫都做到的 不過 迫力和速度感 都是需要 用動畫表達 其實也不是牛車最強項的地方 你表達這些戰鬥畫面 本身骨頭廠 表達這些是最擅長的 大總統 在最後回來 在火車案發現場回來之後 那一段 他對坦克車的漫畫是很短的 即是他一衝上樓梯 然後挑斷了 鯉帶 扔了手榴彈進去 就完結了 但動畫那裏變成幾分鐘 好看 砍車一直被他迫進去 走樓梯 總統府設計 總統府設計 那裏改了隧道 那裏 哇 好精彩 這個是超越了漫畫的地方 好看 他有地方被罰廢 當然也有很多地方拖到飛機 就是你之後所看到的 恩比死那段 真是看到火都來了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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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用整集去講恩比那些心理轉變 怎樣刺激人 那你體諒下人是誰配偶 怎樣拖自己的顏乾淨的ACD出來 玩蝶子 哇 因為恩比之前 他跟醫生那裏 基本上已經打到只剩一條蟲 之後又要將牠復活 然後復活 復活完之後又要打一閘 然後死又要死一閘 真的很拖 即是在後期人做人那裏 恩比氣氛本身已經多了 恩比是不需要太多氣氛 因為恩比已經收皮了 所以就覺得是重複了 你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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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作者問題 一二作都是這樣說的 他沒有什麼通空減料 恩 應該在那些地方通空減料 哈哈哈 他約定之日的組段太長了 他用了十多集去做 但頭十集我覺得起碼可以剪三分一以上 這是追著原作的壞段 追著原作的 速度帶斜跡 很辛苦 他們沒有一個很肯定的往後的路 他未收到最終劇本 所以只能夠有一點膽戰心經 不斷去畫 時快時慢 我大哥一定有的 但裡面的分鏡 後一集的分鏡不同了 因為牛子應該是最後畫的時候和分鏡 因為他會加文字劇本 但你畫的圈稿和牛子畫的不同 所以最後那場不是畫得完 而是他收到才有幾句說話 牛子畫出來和入光頭拍出來 就變成這樣解釋 這件事就像看兩下 港劇本的辛苦和原作的 牛子應該是很努力的 但在這麽緊迫的情況下 都出到這麽質素 就非常難得可貴 早就想好了 日本有幾個漫畫家 可以和你兩個月內畫一本行本 所以他編排方面 我看到他一早已經在這麽 但他純粹是一個大結局 但要趕出來 在畫方面是最辛苦的 真的辛苦 動畫班辛苦 牛姐也很厲害 所以這套真是 是2000年之後 少年漫畫的金字塔頂點 金字塔頂點 很難找到很多挑戰 90年再和舊的比賽 很不公平 但21世紀就贏了 不是的 你不要怪我套回十幾年前的租 如果當日什麼足球小唱龍珠 食學別人這種手法的話 不會看得那麼多 足球小唱 龍珠去到碑利之前 龍珠慢慢是很正好看的 是動畫拖而已 這次的練習給我看到 拖得來是可以有心思 或者是在哪個地方拖呢 因為我叫牛姐說得明白 他一定會交到劇本 一定會在那時候結束 大家合起來 問題是 趙元珠也不讓你結束 你怎麼教 其實漫畫來說 那些小小拖 我想大家都習慣了 只不過是 動畫版 某些地方的取寫 取寫得不好 就看得很辛苦 當年龍珠也算數一數大作 還可以經常 每集將動作重複運用 頻發到那些地方 當在龍珠這樣的 去看現在的動畫 你每集的Bridge都去追 難道 Bridge不是讓我們追的 是讓我們追的 還有Bridge最後會有一個小劇場 是婦女追的重點地方 還有看看東千耀而已 或者看看 市縣銀也蠻有人氣 要不看藍染 當然幾個而已 離不開這三個 你不會提黑旗 有幾段茂利 這套還有沒有特別的 差不多 他之後又好像 舊江年一樣 又做劇場版 其實不知道為什麼 這段時間 那些作品 總是喜歡做劇場版 怎麼可能是O O O是劇場版 原本是Seed的劇場版 現在855 算了 Seed是他自己的 沒有劇場版 都沒有所謂 Seed 當時他想劇場版 純粹叫做什麼 新歪 新歪 新歪死不斷氣 他不甘心思 這個劇場版被他玩 死了想拍 發現到媽媽 結果就不知 就算了 因為有些作品 你不適合 強行再開多一輯 那就用劇場版 去刮尾水 很簡單 負債是叫做 他名字都臭了 起碼就不讓他 找他出來 所以就是O 劇場版 而且江年劇場版 他有沿著漫畫 去back up 會令人放心 如果現在劇場版 他可以怎樣沿著他 不 很簡單 將最後定之日 重新畫過 又畫過 這樣也是 不是吧 只要他 只要他 當你肯用大量的錢 將劇場得到最美 這樣就有人看 其實他的故事 還有不少尾巴 足夠讓他再開一段短故事 劇場版就是最適合 可能是夠料再加 我現在就叫做 一齊原創一個新一段 或者原創外傳故事 或者九月那個 九月不知道拍什麼 我總是覺得 牛姐不如專心 你不如 你不如 現在說到這麼死 八成八祖蘭出電影 愛德華已經將他 烈金術 交換了 沒有話要說 這一個就是 應該是 愛德華交換了他的商業 商機 死了 他只不過不能夠徒手煉成 是鋼之煉金術師的商機 沒有 他沒有的 愛德華是沒有任何能力 上來就知道他完全沒有任何能力 即使把煉金術的所有能力都沒有 都說是鋼之煉金術師的商機 厚姐算是勇敢的 因為你想想 它是Square Enix出版時的最大牌作品 亦都是耕耕的主力 甚至是現在的動畫界 少數正統賣少年作品裏面的 最王道無敵大賣 全世界都賣 香港三個禮拜 一分鐘更快 日本很多地區電視台 這個真是令人驚喜 你想想想 如果你說地區電視台 分業六二島 九州電視台 是可以密成一個月的 或者密大一個月的 現在可能是無記的新的趨勢 黑汁也是這麼快的 不過黑汁第二季變了搞笑 不如有另一個問題 這個有機會再說 OK 劇場版大家觀望 我忘記 舊的劇場版應該差很遠 千萬不要再製造那些什麼森巴拉的垃圾 又是賣褲 純粹 森巴拉最恐怖的是 1930年代 例如穿越時空去了 穿越時空的少年 還是誰 波蘭 波蘭 很多人怕 所以我不相信水族正義 所以算 水族正義加上匯村星 這兩個都是惡作 有名 抱怨樂觀的態度 就算大家 相信他不會再玩到低 但他沒有安全 他是安全編解 最後來總結 如果大家手頭錢有限 接下來幾年才能買一套動畫作品的DVD 買這套不用想 馬克蘭拉多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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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套比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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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套動作畫面 又沒有那麼多重複的頻發動畫 人家哭得厲害 那不同 風格不同 你看Purato和看這套 所以 以少年漫畫來比這套 是尖峰 這十年有尖峰 沒有問題 都有道德的作品 他肯完 尖峰 108話就是108話 他沒有起場 他非常有完整性 這是現在的漫畫作品 尤其是當你描開Drum系 那些 不要再說 不要再說一次 要套譚 要套譚 好 好了 今次 雖然轉了幾次 雖然說我們今次要remake版本 但是 結果那些完全講的 好像上次不同 有 有神緒 有 有 那些 那些原者之石 每次練出來都不同 有液體 有固體 有石形狀 應該說是 如果你有聽過上一次 和聽過下一次 你就很幸運 如果沒有聽過 就不好意思 沒有所謂 好 今次的 鋼之練金術士 再練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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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個星期 就是第76集 我們之前已經做了 算了 有點時空錯亂 就這樣說 就這樣說 拜拜 拜拜 明珍 2 1 1 1 2 2 3 1 3 1 2